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 今天啊我們要來做一個特別的企劃 來實測看看五千塊錢的主機 到底打遊戲能有多爽 那今天我也不細談什麼跑分或者超頻之類的 我們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自己花了五千塊上網埋台主機 究竟能玩什麼遊戲 那玩起來順不順呢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們邀請你訂閱Enterbox 首先我們先來聊聊買了哪些零件吧 CPU的部分我們原本是搭配著主機板買了一顆i3-3210 但畢竟是要打遊戲嘛 雙核心肯定是不太夠的 因此我們選用了i5-3470 3.2GHz四核心四直行序 二手的市價大約八到九百塊錢左右 那在一開始想這個企劃之前 我們原本只想要用i5-2500K的CPU 因為可超頻性加上二代U 價格應該不會太貴 但找一找之後卻發現它的價格居然居高不下 那在搭配可超頻的主板之後呢 預算就會變得不太夠 因此我們就乾脆選擇了三代的i5 搭配便宜的主機板 那把預算加給顯示卡 對於玩遊戲來說應該會更好一些 CPU散熱是利民的 我是在灌網拍的時候 發現了好像很便宜 所以我就買了 加上原本打算用i5-2500K 想說要超頻就需要額外的風扇 那也沒想到我們最後買了之後 附的原廠風扇是壞的 因此這風扇也不算是白買了 主機板我們則是選用了 技嘉的H61M S2H 那有兩個記憶體插槽 以及一個PCIE的介面 記憶體我們則是上網買了 金士頓DDR3-1600 4G單面顆粒兩條 那一共是8GB的記憶體 我們那時候花了600塊錢左右 不過我最近網拍逛一逛 似乎有在降價的趨勢 所以你們運氣好一點 也許500塊錢就買得到8G的記憶體囉 電供的部分啊 我們買了一顆450W的全焊銀牌電供 原則上啊 要推動570這種等級的顯卡 電供550W還是相對安全一些 那為什麼我們要選擇450W的電供呢 沒有什麼原因 因為很便宜我就買了 但老實說 它能不能推動我們今天的主角顯示卡 我自己都抱持著一個懷疑的態度 硬碟的話我原本是買了一顆網路上災情不斷 型號是N1500的120G SSD 因為它非常的便宜所以我就買了 但沒想到我們在測試之前它居然真的不能用 因此我趕快跑到原價屋去買了一顆 威剛的SU650 120G的SSD 那現在只要550塊錢 擁有520的讀取速度以及450的寫入速度 然後還有基本的三年保固 表現起來應該算是中規中矩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划算的啦 最後我們來聊聊本次計劃所選用的顯示卡吧 我們本次的計劃選用了 漢遜的RX570 4G 紅龍版 那隨著前陣子的礦潮退燒之後 二手的570就成了市面上 縱觀來看CP值最高的選擇啦 我前陣子在蝦皮看到 甚至還有一張1500塊錢左右的顯示卡 那本來想要買來用 可是在我考慮的時候它就賣完了 那不過也不用擔心 因為2000塊錢以下的顯示卡還是非常多 那不到2000塊的價格 卻有接近1060等級的效能 就平價的遊戲機來說啊 肯定稱得上是首選啦 那硬要說缺點的話呢 大概就是耗電吧 相對於NV的顯示卡 AMD的顯卡還是耗電了一些 就長期來看AMD顯卡省下來的錢 或許拿去補貼電費 也是划算的 以上是我們的硬體選用 那所花費的金額在這邊 一共花了5250元 如果各位觀眾有心的話呢 要找到比我們買的還要更便宜的零件 也不會是什麼困難事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開始進入今天的測試正題吧 所謂公欲善騎士必先立騎氣 空有好的技術卻沒有好的鍵盤滑鼠 就算是職業選手來一樣巧腹難為五米之吹啊 剛好最近Enter手上正在開箱一些酷媽的鍵盤滑鼠 我們就跟他幹來用了一下 滑鼠CM310上搭載了五個自定義的按鍵 以及鍵盤CK350的插軸兩段式手感 對於準備要大顯身手的你們 絕對是如魚得水啊 總結來說啊 五千元的遊戲主機能有這樣子的表現 我個人是已經覺得相當滿意的啦 那對於預算有限的朋友們來說啊 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硬體參考 那如果你的預算再多個幾百塊 或許可以買一個更好的電供以及主機板 來給其他的硬體更好的電源供應 這樣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評測的部分就交由Enter來為大家介紹吧 嗨大家好我是Enter 那麼跑分的方面 Cinebench R15的分數是459分 多測幾次之後平均大約是在460分上下 平均整機的耗電大約是75瓦 不過這個3470跑起來 還比我之前提到的iMac的i53470S還要低分 此外剛好我們最近也組裝了一台遊戲機 大家可以關注我們的頻道 這台新安裝的主機是i5-9400F 分數是這台的兩倍 而這台二手主機Cinebench R20的分數 則是919分 也差不多是9400F跑分的2297的一半在第一點點 謝謝Enter的介紹 英雄聯盟在E8MP特效全開的情況下 我們選擇以ARAM當作測試地圖 我們看到當還在溫泉區時 幀數是可以保持在200FPS左右 而平常則可以穩定保持在110FPS以上 按遇到人多的會戰拉亂鬥時 幀數一樣可以保持在90-110FPS 顯然RX570的效能還是具有一定的水平的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Enterbox 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們看 在底下留言 有什麼更高CP值或是更好的硬體配備 有什麼問題或者想看什麼類型的影片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我是H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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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